好了,回來了 先讀一讀Yang Chen的留言 Yang Chen說每天外出都戴兩個口罩 平時我也是 但今天,因為我放在車上那兩個口罩就丟了 剛剛夠期 丟了,我是忘記了那個車沒有口罩 但我趕時間,因為有一份文件要衝去拿 立刻衝去拿,拿完就立刻走 希望沒事吧 應該沒事的 其實是有風險的 但我們這裡的人都算是守規矩的 很多人如果打工的話 他養了,他都會上部 因為他上部就拿病假 很多人在家裡休息一下 因為病假,很多公司都可以積結 很多人有幾個月病假 所以沒所謂,病假就在家裡休息一下 有些人都沒所謂 其實要看那個地方的壓力 你要看看社會整體的結構是怎樣才行 在香港的情況當然是 有些事情其實一直都很難處理 譬如自願上部的問題 就是炒散的人,說真的 很多人都會隱瞞 我沒有證據 但你猜到他們會隱瞞 炒散的人,為什麼呢? 他們不上部的話 就可以繼續工作 他們上部的話就沒辦法繼續工作 就是這樣 那麼 拖得車就是九十日內 總之就是無敵星星 這個是說一下 我們那個無敵星星只有三十天 你知道嗎? 如果我現在再重新一次 核酸驗到是中了 我還是要上部的 所以 不要無敵星星這件事情 很多地方其實都是要隔離的 說真的 你完全說不用隔離 有些病患到處走 其實整件事是不太妥 因為很容易會搞到醫療系統爆發 你一搞到醫療系統爆發 其實真正影響到的 就不單純是中了新冠的人 還有其他人 因為其他人在醫療系統都要用服務的 包括有長期病的人 也有做選擇性手術的人 但其實選擇性手術不是真的選擇性的 我告訴大家 有些人說選擇性手術真的可以不做 不是 那些選擇性手術是什麼呢? 譬如 你的骨頭有點痛 要換過關節 別人說是選擇性手術 其實那些不是選擇性手術 你不做的手術 你會痛很久 你做了一些手術 走路也沒問題 如果你痛很久 那你做什麼? 很多人會吃指痛藥 拖得車說 現在那些零針友出來慶祝 說自己抗爭成功 我告訴大家 他抗爭成功 他自己爭取 中完又中 中完又再中 其實 很老實地說 如果你說 政府放寬防疫 是否代表整個疫情結束了呢? 我知道昨天 許留山和台仰都有做直播 那次我沒有聽 因為昨天我沒有空 昨天我去閉關看文件 昨天有些文件 為何這麼急 有些東西是要準備 還是要用 那 那個實際情況 告訴大家 就是 政府做少了 那 大家就做多一點 其實 這個是這樣的 為什麼 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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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完全要怪他 我都要說 你沒有辦法 完全要怪他 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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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長期都是這樣的 他都覺得內地的動態清零都是合理的 我也覺得內地的動態清零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當然現在人民已經承受不了這個問題 這個才是問題,人民已經承受不了 因為代價太大,認為風控的代價太大 為什麼他們會認為風控的代價太大呢? 其實在香港也有的 如果你有疫苗通行症措施的代價太大 有人吹就有人相信 譬如江玉寬那些東西,動房就經常說 你留意一下,江玉寬近期說的那些東西 動房是很大的蝙蝠去說的 其實這些叫做地下司令發威 這是地下司令發威 還有一件事就是 你留意一下香港現在的政策怎麼改 他從今天開始就不需要做核酸檢測了 入境的人已經是 他建議你做什麼呢? 就是做五日快測 其實就是 建議你自行做五日快測 他只是建議的 那建議是不是可以強制的呢? 我又告訴你 你建議就很難強制的 在澳洲有一些州 建議那些人隔離 你建議有些人就一定不會隔離 這就是現實 你說疫情 現在的情況 剛才我們說的數字 昨天的疫情數字 就是20,865宗 本地是19,689宗 輸入個案是1,176宗 我們說過的 輸入那裡是很難準的 現在就是輸入那裡 他只是頭三天 他抽到多少就多少 或者在機場做核酸 抽到就輸入了 那 你一跟別人通通 其實很老實說 很多個案都是輸入的 實際上 因為 最危險的地方 剛才 像拖得車說 他認為最危險是飛機 如果社區傳播很少的話 最危險的地方就是飛機 但是現在的社區傳播是越來越厲害 你看到的情況就是 社區傳播 很多地方都是爆到七彩的 其實不僅是香港的 你看看外國的地方 其實疫情都是反彈的 其實是不斷反彈 沒有辦法的 春初就說 香港打第三針已經達到83%以上 問題就不是整體83%不夠 問題就是老人家的數字 其實老人家的數字是不理想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 疫苗通行證其實做什麼呢 就是要那些 被打針的老人家打過去 其實最主要就是這樣的 那你說 現在取消了 那是不是好消息 有些人說的當然無所謂 但是 有些人就一定會 倒轉來想 我告訴大家 有些人的想法就是 現在這樣好像危險了一點 糖食我都會減少 其實我們這裡最初 取消疫苗通行證的時候 出去堂食的人是少了 那些餐廳是有數字的 那現在有些人說 取消疫苗通行證 多了10%的生意 一成的生意 那你說是不是 那我就 沒有辦法認同 有些人當然是聲大大 他出來說 我們會多10%的生意 那我就不是很相信的 老老實實 那 那 有些網友就留言 說 就是 這個 何柏良說的事情 就是 何柏良他有說一些對的事情 我也要說 就是 是其是非其非 我們 何柏良他說了些什麼 對的事情 就是我昨天看到的 他就說 你根本不需要害怕內地的人 內地的情況 沒有需要那麼緊張 因為現在 你跟外邊都通了 那 你 現在內地 暫時看得到 全部的毒株 都是跟外邊全部的毒株一樣的 如果大家都是一樣的 毒株的時候 你就不需要那麼緊張 有些事情就不用收緊 但是當你 看到 毒株有 嚴重的變異的時候 或者是 那個毒株 是出現了 更大的死亡率的時候 你就要做些事情 這個可以是 不用預防去做的 這個可以是事後去做到 就是我的看法 就是 因為你的醫療系統 現在沒錯 是很難頂的 不是很頂得住的 就是香港的醫療系統 但是還有些方艙 就是現在還是 你說要取消了 我就不同意 如果你說要取消了 或者拆掉它 立刻 我就不同意 因為現在你的醫療系統 還是有些彈性的 就是有些東西的人 可能去方艙頂一頂 都能搞定 我不知道具體做不做到 但是你還有 竹膏彎的隔離設施 就是你的醫療系統 起碼你有彈性去 不同的地方 就擠病人 所以 我就不覺得說 現在 就一定要預防 這樣去封關去做 就是有些人說 要封和內地的關 你慢慢開 有慢慢開的好處 就是我認為 如果你慢慢開 就要看好一點才開 就是 看好一點才開 醫療系統 爆發的機率又會低一點 但是 如果你覺得 醫療系統爆發的機率是很低的 開都是無可厚非 開都是無可厚非 W吹吹都說 我也不相信生意會好 其實我也不相信 就是飲食業 以及 的士業 我認為 他們生意都是不會好的 就是很難好的 那麼 孔威斯就說 自願就等於不做 以後都不做 就沒有所謂的輸入 其實輸入就不用了 所以今天就不會有再分輸入 其實分不了 但是你說會不會有輸入個案 一定會有的 其實 拖得車還未開 已經說要封 其實 他沒有說過要封 這個是我講的 就是如果你到了 真的有很嚴重的 疫情出現 譬如那個毒株是很厲害的 就是那些人碰到死的 那你到時再封 也是無可厚非的 就是我認為 好了 那 那麼 Ban Sim 就說 那些黃友之前支持白紙運動 現在開關又罵內地人下來搶東西 那麼 他們認為內地的東西 是不會影響到香港的 就是有一幫人 那你沒有辦法 就是那個社會就是有一幫這樣的人 就是他們覺得 沒有影響的 這些不關我的事 那麼 那麼 他們這些人 就是實際上 就是會造成 對社會是 有些傷害的 一定是 可以完全歸咎他們嗎? 我就認為不行 但他們有沒有份,他們也有份 我是村莫書記的爸爸 就說內地人哪會去香港治病 別傻了 核酸小屋都改成了發熱門產 去問診就38元一包藥 那些國際健康疫站都改成自廢隔離中心 如果不想在家裡 可以付錢去 其實隔離中心 就不應該先廢了 我到現在都是這樣看的 你沒有辦法廢了隔離中心 因為現在的疫症是越來越多的 其實你會看到 還有這個新冠會不會變回強 你都不能寫包單 其實不會變強 這個可能性很低 要不要買保險 要用這麼多錢去買保險 到了出事的時候 你看你付出的代價是什麼 其實說到最後 到出事的時候 你能不能夠付出的代價 經常都是這樣說的 有很多事情你可以做 沒有問題 好像現在這樣 放寬了 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你不理會 如果醫療系統爆發的機會 你完全開放都可以 什麼措施都沒有 自願叫人自願驗 都不用叫人自願驗 沒有問題 不報是否等於沒有事 有些人說不報死亡 不報的數字就等於沒有事 其實就是這樣 你不報的話 老實說 有其他人會有想法 我只能夠這樣說 還有 他們的記者有辦法做 有辦法做某些工作 如果你不報的話 其實他們也有辦法 可以在殯儀館 在火葬牆那裡 蹲個人在那裡 拍照 你不報的數字 他就寫什麼都可以 其實現實就是 這些不是理想的做法 我到現在都認為 有很多數據和資訊 其實你是要透明的 如果你資訊數據 決策是不透明的話 就會衍生好問題出來 衍生好問題 Winsley 就說 我和同事都說 今天開始要買外賣回公司吃 其實情況就是這樣的 你放寬了社區的措施 即是社交距離的那些 你放寬了 有些人 他沒種過的 或者他種過的 覺得很辛苦的 他想再種多一次 他們那些人是會謹慎的 所以 現在有些做生意的人出來說 他認為生意會升一成 我就不太相信 以前去不到吃東西的人 他會出去了餐廳吃東西 我就不太相信這樣 之前因為疫苗通行證 卡住了某些人 不准去糖吃的 他們走出來也好 都不會令到他的生意會升一成 因為有些人會倒轉 有些人會是 現實是這樣的 Billy B就說 白子黨歐美國 願意變成現時發生的事 我不知道 這些 你說 我讀一讀 因為我也不知道 你正式說什麼 如果白子那些人 說真的 你說他們在爭取的東西 有沒有問題 有些人就說有問題 有些人就說沒有問題 我的看法是他們是有問題的 他們爭取某些東西是有問題的 而且他們爭取的方式 和爭取的時間 是一個疊加效應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河虎就說 入過ICU而出回來的 一定會害怕 中過沒有病徵的 應該不在乎 中過很輕的人 應該都不在乎 其實就 就是 中過 譬如他只是傷風 這樣兩三天 這樣他不會有問題的 那些人會照出來 但是 其實那些人 是再中 他的風險 是在那裡的 因為 第一次中 的時候 不是很辛苦的人 他之後再中 就有其他問題 這個是 可以看得到的 內地現在 都開始看得到這個狀況 你說這樣 你不理想 是不理想的 但是 我也要說 不理想又有什麼辦法呢? 大家看到很多不理想的東西 都沒有辦法的 你講了你的意見出來 你都改變不了 現實就是 現實就是 如果有很多人跟你一樣的意見 他們都選擇不出聲 那你就讓那些 就是 聲大大的人 主導了社會的輿論 就是 之前好像 反對 動態清零那些人 他們就主導了輿論 你支持動態清零的人 不出聲 或者支持 慢慢開的人 不出聲 結果 要開的人 又拿了整個社會話語權 你支持要開的人 那究竟 他們會不會負責任 他們不會的 還有 有一件事就是 大家陽過之後 都是要小心的 就是有一件事叫做 病毒性心肌炎 不是嚇人 這個在內地已經發現了 有很多人都 就是 他們不是死的 他們發現了病毒性心肌炎 我也要提醒大家 他們沒有死 有部份人當然是 就是 走了 有部份人 就是他 陽康之後 就打羽毛球 有人就走了 三十幾歲 然後還有就是 十四歲的小朋友 陽康之後 去打籃球 然後就 在家裡撤死 是有這些情況的 你陰了之後 都有可能 病毒性心肌炎 這個先提醒大家 還有就是 現在每天都會看到 有些人會說 那些院士走 沒有所謂 跟疫情前 差不多 我告訴大家 你這樣說得出的人 我認為很無知 其實現在經常都有院士走 現在工程院 科學院院 院士很多都會走 現在 那 那 我也要說 在 清華 北大 兩間 其實你看那些庫民 其實有 七十個教授 已經走了 就是我之前說 國家為什麼一直都要 用比較嚴格的措施去做 保住專家 國保級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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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頂住的 但是現在最慘的就是 有些比較年輕一點的教授 都是糟糕 就是他 養完之後 他繼續工作 跟著 就是 沒辦法 就走了 其實就 如果 心肌炎 他有什麼病徵 其實就是這樣 如果早期心肌炎 就是 疲乏武力 胸滿 又會氣短 還有 心跳得很快 頭暈 食慾不振 還有 嘔吐的症狀 呼吸困難 胸痛 這個就是早期心肌炎的症狀 如果你說 輕度病毒性心肌炎 會怎樣 這個 你就要留意 什麼情況 就是 心律失常 心跳過速 或者特別慢 這個 智能手錶 通常現在的人都看到 有很多人中了 新冠之後 心跳都快了很多 我告訴大家 這個也是正常的 他會快了很多 因為 現在很多人都會度過心跳 那個手錶 會度過 我自己中新冠的時候 我的心跳都高了 我本來正常 靜止 比平常人快 其實我本來都是肥的 但是 中了新冠之後 就是中了新冠的時候 它是升了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 那個心跳 那個速率 那 都不是什麼問題 我當時不是那個醫生 就是 如果你出現幾樣東西 加起來的症狀出來 譬如你氣短 肌肉不振 那些 想吐 那些幾樣東西加起來 胸痛 其實胸口拿著痛 是最明顯的症狀 那你有胸口拿著痛 就要去看醫生 這個是一定要去的 那 還有 要堅持幫你做心電圖 其實就是 如果是胸口拿著痛的話 其實是 另外 重度病毒性心肌炎 這個就很嚴重了 這個病情很空險的 死亡率很高 可以去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 那幾個小時 或者幾天內死亡 或者撤死是很多 這件事情是要留意 因為 有一個醫生 他在蕭鴻書 都說了他的經驗 他最初沒事的 他最初沒事的 就是他 陰了之後就上班 但是上班之後 就發現了 這個心肌炎 所以其實很麻煩的 但是 讓了之後 心跳加快 這是普遍的症狀 我那時候也問過醫生 那現在在內地 說出來的訊息 也是告訴大家 就是 陽了之後 心跳會加快 是有這個情況 因為你會 有吃其他藥的 譬如你吃了 咖啡因 為什麼會吃咖啡因呢 因為咖啡因可以鎮痛 但是你喝了咖啡因 或者吃了咖啡因 他的心跳又會加快 有人身體裡面 另外就是 另外就是 吃得不夠 吐舌 吐 那些 血量減少 那個心率就會提升 也會 所以 你中了一招的時候 你要多喝點水 其實就 還有 如果你有喉嚨痛 那些都會令到心率加快 其實那個情況就是 你本身病都很容易會令到心率加快 但是 你怎樣會搞到 有心肌炎呢 這是另外一件事 就是 心肌炎是不是會有 你之前我們說過 打疫苗也有可能會有心肌炎 尤其是 那些年輕人打伏子 就有機會有心肌炎 之前我們說過 在香港那些小朋友 尤其是當那個 疫苗 就不是在肌肉那裡 就進入了一些血管的時候 那她是有機會會有心肌炎的 那 Winsley 她就說 我媽媽昨天都中了 上年三月頭 不是 今年 應該是上次是三月頭 中過一次 昨天就去指定診所看醫生 開了新冠特效藥給她吃 她說今天開始有咳 那 有些人就 現在說那些特效藥沒有用 那其實 數字是很明顯的 特效藥是有用的 另外就是 吃過特效藥的人 都說特效藥是很厲害的 就是 就算 最初 有很不舒服的情況 吃了特效藥 那個症狀是很快緩解的 其實就 那 那麼 那 Connie Chan 呢 就說 染疫後遺症是不能夠餘測 那麼 Billy Man 說 工廠區吃早餐之中 目測是比以前多了人當時 這樣 那 LinLin就說得罪香港貓友說一句 看到香港放款是開心的 因為我已經去那裡玩了 沒所謂的 好了 匈威斯就說他每天都堅持做快測 不過有症狀就不敢做了 連他這麼注重的人都敢 你想一下普通人會怎樣 很多時候有症狀都不敢做快測 因為你做了其實要常步 沒有做就當沒事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沒有做快測就沒事了 沒有辦法的 有些事情是不理想的 但你也要接受的 但你不要說政府不做防疫 你就完全不做 你覺得疫情真的結束了 其實就不是 如果是症狀的時候 做劇烈運動 做劇烈運動 也會有其他問題 其實現在也是這樣 大家的生活節奏 和工作節奏都要慢一點 就是中了一招之後 不要再去挨野加班 挨野加班是會拖著症狀的 其實身體是需要時間修復的 其實 我也減少了我的工作量 你看一下我之前 中招之前 我是有長期做著晚間直播的 之後都沒有做 其實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來的 為什麼會不做呢 其實就是因為身體會告訴你 你受不了 其實就是 現在試一下可以不可以 就慢慢做 有很多事情不能夠預測 就是Condi Chen說的 染疫後遺症不能夠預測 是正的 新空氣 有40歲朋友 染完9天之後 突然晚上 心跳得很快 還會回咳 其實他從來會有這樣的症狀 就是他 陰了之後 都會咳一段時間 我自己就是這樣 那 清新空氣 就說 喝潤喉湯水 過多禮拜 就沒事 其實就是 不是每個人都做到 那 Freder Wong說 疫情是習慣了 不是結束 其實大家都是 你要變成常態化的話 你就繼續戴口罩 其實 就是 你要自保 這個情況 如果你在這裡說 這個不要緊 政府都不理 那就算了 其實 現在有其他的問題 就是 那些密切接觸者 就沒有病假 這個 在外國 就有些時間 都有一段時間 走了 就是 因為他 密切接觸者 都不用隔離 其實 有些政策就是這樣的 他慢慢放寬 就是 你 房子裡 其實同一班人 都不用同時隔離 只是 染了東西 那個要隔離 領了東西 要隔離 其實 對於生產力的影響 就減少了很多 但是 你說會不會 因為密接而 驗到其他人 這個 沒有辦法排除 我只能夠說 那 如果你說學校 小朋友上學會染的 那麼 小朋友上學是有機會會染的 但是 如果你的社會面 那個疫情 不是很嚴重的話 其實 或者他是有隔離的 譬如說 小朋友中了之後 他要在家裡隔離 他不能夠上學 他有病徵不能夠上學 譬如說 雙風咳不准上學 那麼 整體的風險是降低了 但是如果你說 他有雙風咳有病徵的 他都可以上學的話 那在學校便會爆發 其實 情況就是這樣 其實所有疾病都是這樣的 那你說 那些小朋友 是不是有雙風咳 也有個誘因 就是醫生開一些藥 押著給他 那麼他照樣去上學 其實一向都有 在香港就 那麼 那這些事情 你說防不防被倒 那現在就難一點 那 Jojo Lee 就提醒大家 韓國室外口罩解除了這麼久 街上仍然有九成人戴著口罩 那麼 自保心態是很強的 那是要自保的 其實大部分都是要自保的 那麼 W吹吹就說 爺爺就是因為小時候 發燒感冒之後 出現心肌炎 那麼 四十幾歲 心臟已經發大 連累其他器官功能 越來越差 長期要吃利尿劑 最後六十幾歲 就因為腎衰竭離世了 所以就不要輕視新冠感染 或者其他感冒 其實 根本 流行性感冒都是要小心的 所以你就不是說 完全不理就行 那 空偉師就說 不要說我黑心 如果檢測洋了 沒有任何症狀 我照樣會上班的 他是一個的士司機 就是空偉師 哈哈哈哈哈哈 現在都沒有限制 現在都沒有限制 對吧 現在限制都放寬了很多 對吧 如果你再放寬的話 其實很老實說 大家就自求多福 是要自求多福的 沒辦法 淵淵就說 家裡的外用者 中原有中 幸好家人沒有中 其實中原有中 是很多的 就是 內地那時候 他最初報出來說 中原有中很少 其實我已經知道糟糕了 就是有些信息都不準確 其實 在外邊已經 很多人是中原有中 中原有災中 其實那個情況是 就是 他們可能兩個星期已經 你就當他是復養 但是別人已經是 當他是第二次中 其實就 那 我就是村委書記的爸爸 現在內地都是這樣 超市很多這樣的人 其實 最初在北京 那些人都覺得很奇怪 就是 因為有些人 真的 硬不去做核酸 就是 就是 因為這樣的 日本 不是日本 不是想說日本 北京 他最初的時候 現在不是說最初 當然不是疫情最初 他最初有 這個 20條的時候 其實有些地方 他就收緊了 就是有些地方 就一定要 那些重點機構 一定要 48小時核酸 但是呢 那些超市 那些賣菜的人 就不用 這個情況 是很奇怪的 這個 一定要說回 最初有20條的時候 有些是鬆綁了 有些機構 就照樣是 重緊處理 那些重緊處理的地方 的人是染了 那個 在超市賣菜的 那個阿姐 就從來都沒有染過疫 就是 看起來 是從來都沒有染過疫 其實他有幾聲咳 但是看起來 他是沒有染過疫 因為他繼續在那個超市上班 其實那個情況 就是 那些人 那些人 有有因 去 瞞報 有些人 是完全一定會瞞報的 還有 有有因 去 不說自己是染過病 或者是染了病 他不會上報的 或者譬如 他有有因 要繼續上班 他會繼續上班 他會繼續上班 即是 現實的情況 是很骨感的 那我就是村委書的老爸 他就說以前不用錢 很多人不做核酸 現在要錢 都排隊 其實 那個問題就是 應檢盡檢 到最後 就沒有人肯去檢 其實就是 現實就是這樣 你去到應檢盡檢 的時候 真正會去做的人 就很少了 如果你不是強制的話 其實很多人都不會去做 說句真話 最初的時候就會 其實那個配合度 很多地方都是很差的 其實去到 清新空氣 他就說 我家裡還有一個未肯打針的人 開放之後 他如果感染 我兩腦就麻煩了 這個一定會的 你也沒辦法 我都說 這個是沒辦法 一定有這樣的情況 好了 講到這裡就算了 也多謝Vinsley你的支持 W崔崔說 如果是中六合彩就好 中中中中 當然是中馬 中六合彩也好 對不對 馮錦然 他就留了言 他說他部門 有六至七個人 就中了兩次 Sam崔說 公司要求 每星期一次快測 看看你什麼行業 有些地方 辦公室每一早進去之前 我到現在也是 有些地方 每一早進去之前 都要快測 我們還有些地方是這樣的 你陽性就不可以 入辦公室 那個辦公室是分開的 一定有些事情 是要從嚴管控的 其實無論如何都好 你都要從嚴管控 如果你說 陽性就不理他 要他照樣上班 其實這樣做不太行 你之後都是 在很多地方都是 陽性就要分開管理 好了 講到這裡 休息一會 回來我們講其他話題 就是和魚人 我們幾乎可以 還有幾個生日 Luigi 有一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